大家好,我是Ryman 分散部署亞洲一直都是我們投資的焦點之一 今天我們這條影片就跟大家簡單講一下印度的狀況 印度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其實有很多 第一個大家可能會聽過的就是 它的人口已經很快成為世界上最多了 它的勞動力也是成為了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 我們預計未來的10年印度人口就會再增加多1億 到時就會佔全球總勞動人口的23% 同一時間說近一點 其實印度現在的貨幣政策是非常支持當地的經濟發展 其實年初的時候已經停止了加息 年初的時候大家可能都會記得 環球很多成熟市場都還在做加息 其實印度那時候已經停止了加息 之後那幾次的會議裡面一直都維持利率6.5%不變 6.5%對於一個新興市場的國家來說 其實並不是特別算是一個非常高的成本 同一時間其實印度的稅率也是非常吸引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看回旁邊這張圖 就會看到印度其實 最近一些政策是針對一些特定的產業 這裡就是說譬如製造業 它的稅率是低過它本身舊有的稅率 同一時間也低過很多東南亞國家 又或者一些拉美的 譬如墨西哥、巴西等這些國家 就令到可以有更加多的外資 就會覺得印度更加有吸引力 在那裏設廠 以及繼續生產 講到這裡 大家其實都可能會感受到 印度的政策其實都很有彈性 外交政策也是一樣的 它不單止就是 會跟美國那些可能在談 在軍事設備上面 或者半導體 或者AI人工智能方面 有些合作 大家也可能聽過 就是現在蘋果都會在印度有生產線 而且還在說出iPhone 同一時間 印度也都會在俄羅斯入口 原油去做他們的生產材料 生產原料 所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哪一處的地方 或者跟哪個國家合作是有利的 其實印度的政策上它都會去做 還有這張圖 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 印度如果用NIPTI 50指數來參考 其實它最近的走勢是怎樣的 你會看到白色的線 就是用印度奴比來計算的 但是 均深一點 我都知道大家 可能對印度奴比的需求 不會很高的 大家主要都是在說 用港幣或者用美金 印度奴比對美金 深水清的都會知道 其實是跌的 沒錯過去這麼多年來 其實印度奴比對美金來說 都是偏弱的 但是 看回股市的走勢 其實股市當地企業的一些增長 其實完全能夠補償回 匯率的損失 就算我今天賣入印度的指數裏 就算 匯率是跌了也好 最後因為 股市的升幅足夠彌補回 匯率的跌幅的話 其實我整體來說 也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看印度的時候 有時候 這個可能是一個 小小的地方要留意的 為什麼有時候看一些新興市場的股市 可能會被 新興市場的債市吸引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都是講當地貨幣的 如果股市升幅是OK 不錯的話 其實它很容易就可以補償回 匯率上的損失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你說買一些當地貨幣的債券 你就更加需要小心回 匯率的波動 因為大家都明白到 其實股市的潛在的波幅是高 但是潛在的回報 也會高一點 有機會 可以補償回 匯率各方面的損失 但是債券不是 它回報 通常都是比較低的 就要特別小心 債券投資 就很容易被 匯率去蠶食回報 今天講到這裏 其實最後 大家還想 大家留意多一點 就是 印度 很多時候 是會在亞洲組合入別出現的 如果大家 是拿著一些NPF 或者一些亞洲基金 那就不妨留意一下 究竟大家 真真正正拿著 或者參與印度股市有多少 今天這條片 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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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